港湾警方就说行动中拘捕了2100多人 其中有271人被定罪 当中32人需要去计压 行动中检获冰毒、摇头苑等毒品 伸宿棍、催泪噴霧和菜刀等武器 还有千多张和港币1000元类似的练功券等等 多局说留意岛疫情下 罪犯改以邮件包裹运毒 会继续与越港警方合作加强打击 而因为未能通关 博彩犯罪数字下降 港本警方就说罪案模式也有改变 因为这个游客量的大减 很多以前的我们叫接触式的罪案 一定是减少了 但是相对而来的话 也都对施政局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关于他们网上的一些案件 都升了一定的数量 我们也都是有相应的部署 希望能够为澳门创造一个更好的治安环境 好 好 中文字幕——YK